你知不知道有些網友說 見你每一盒這樣吃 覺得Ryan試跑完一號很慘 覺得你很幸福 那不如下次倒轉 我要澄清一件事 其實試跑完一號的環展 是他自己選擇要下長跑 不是我逼他 他很享受被人造質 不要誤會 每一集跟他下長跑完之後 其實有一餐請他吃 大家放心我們不會造質 好 大家好 我是Peter 我是示範人二號Gabriel 見到我們兩個 就知道又是Arm Channel 成Y-Low-One的跑完成什麼 好幾個時段 你知不知道 上次我們那條片一出了 真的有熱心的網友 提供了一些路線 叫我們跑邊道 我們今天來到這裏 大家可能都猜到 就是在荃灣西 下面呢 進到青宮 青宮可能大家都覺得 青宮 有什麼值得說 其實這個情形 就像上個星期那一集 銅鑼灣海濱 平平無奇 但其實他很適合這些新手 而我覺得青宮這條路線 可以說是銅鑼灣海濱的進階版 為什麼呢 上次那條路線 你記不記得 平均每一至兩期 就有部級 有飲水機 騎水機 很放心 完全不用帶水 而青宮 就進階少少了 平均整條六五六期 才有部級 還有其中一個就是 雖然青宮 一條直路 但其實青宮很多起伏 很多暗上暗落 或者大上大落 所以我有個建議 就是初階的朋友 在銅鑼灣海濱 練多幾次 覺得有信心 跑得好 一天就私下來青宮 青宮 因為多燈位 越過馬路 更加要小心一點 但是 來得青宮跑步 都要想完之後吃什麼 我看死你 都是去深井吃燒鵝的 你是不是太看小鵝 還有些什麼 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介紹 今次不去深井 今次不去深井 我看你帶我跑到哪裏 大家跟著來 今日Gabriel 帶我們吃些什麼 都是輕鬆跑 但今天到底跑到哪裏 跑到哪裏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一起看看 試跑完 今天會帶我們跑到哪裏 準備 來吧 我知道 其實你不是單止是跑步 你是玩兩鐵 游泳和跑 為什麼要兩人玩 會不會這樣很辛苦 其實我本身沒有打算是玩雙鐵 但原來游泳都幫助到平時跑 因為我跑山 我本身是當回復 游泳 游泳 原來都有一些比賽 不是三鐵 只是跑步 所以試一下 練習 玩一下 其實你最初游泳的目的是 你打算游泳 對 很多人都是來 覺得游泳可以說 是一個 回復的運動 對於跑步 其實的確是 會鬆腳 所以就開始了 就是練習的運動 但是兩鐵 其實是一個比賽項目 我經常覺得 你一上一上一上一再跑 其實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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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你游泳是打橫的 你跑步是打直的 其實心肺是負荷很大 我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都很辛苦 但練習多了一兩次之後 其實你要 慢慢適應這個轉換 所以三鐵做得很辛苦 你會單車 游泳、跑步 三個轉換 真的更辛苦 其實都覺得 玩兩鐵 三鐵的人 是很厲害的 無論是心肺 肌肉 各方面 他們很強 是啊 希望有一天可以試 還有最主要玩三鐵 成本貴 大佬 只是那輛車有這麼少東西 我們這些是跑步 跑山 只能買鞋子貴一點 剩下這隻白飯就可以了 玩三鐵那些 玩車 幾千元至幾匹東西 這是高成本 希望有機會 可以體驗一下 對我們這些來說 都是專注跑步 好些 大家要留意 就是這裡 除了有人跑步之外 其實同時 都是有單車勁的 所以你跑的時候 就小心點 可能會有人在這裏 踩單車 經過單車勁的時候 看一看 先走過去 6K老 深井一路 完美 上次有10K 6K 太少了 這裏有7K 先抹我的飲品 這裏有6K老 今天是否想要帶我來深井吃燒火 第一集吃了叉燒 燒味 當然不是 吃到新的 炮青公 我以為一定是吃燒火 還有什麼選擇 跟著你 知道 今天要拍多少K 先去炮 先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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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深井 就來到釣魚灣沙灘 看看我們繼續去 剛才和大家說了 青公是進階玩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少上落斜 這裏有一個微微的上斜 但它又不太斜 其實慢慢說 收拾腳步 OK的了 它又不太長 其實很多人 一開始跑斜路 都很害怕 但我覺得 有時看著 青木大橋 青九橋 看著海 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 可以 做運動 可以放空 想想 自己的 me time 其實想想 趴趴趴趴趴 既然今天 就有些雨 不是南天飽雲 也有另一番風味 都挺好的 正如在下雨跑 其實有時下雨跑 會不會更舒服 有時起床 控制不到這樣的天氣 要上陽光跑下 阿 下雨跑下 你這種話 通常敬人才會這樣說 不是呀 好像次跑完夜好 哈哈哈哈 我們即將來到 第二個補級的位置 屯門轉車站 我們現在大概泡了11點多 差不多12K 現在這裏就是屯門轉車站 應該就是這條路的第二個飲水位 這裏有汽水機 還有一個很乾淨的洗手間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剛才說過這條路大概5-6K 才可以讓你飲水一次 如果你覺得自己本身要喝得特別多水 或者是很熱的 你又沒有損心可以5-6K不飲水 可能身體要多一點水 究竟我們終點在哪裏? 沒有 終點了 好,我們繼續去看看今天去哪裏 如果看到這些紅綠燈 我建議大家 不要衝紅燈 有沒有車也好 跑步驗習一下 安全第一 所以紅綠燈才繼續跑 留得住條命 你幫我們跑嗎? 喂,到了嗎? 快到15K了 快到15K了 太緊張了 哇 幸好今天有些雨 如果不然就死了 開完一號玩餐 不要放棄啊 我不要放棄啊 我不要放棄啊 終點 哇,快到15K 快到黃金海洋吃飯了 對呀 這餐不好吃 我真的要求你了 好嗎? 嘗嘗 換個衣服 發個新鮮 哇,換個衣服 洗完完 真的舒服了 很餓的 那你想吃什麼呢? 我什麼都吃得了 什麼都想吃 不如我去餐廳 什麼都可以吃 這麼簡單 對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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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機無險 又搞定了這個清宮15K 是啊 幸好今天有些雨 如果不然呢 辛苦死了 真的應該是熱死的 不如你帶我來這個黃金海洋吃飯 黃金海洋這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感覺不錯 真的好像去了外國旅行 而且這裡也不少餐廳 什麼款式都有 為什麼你為同事 帶我來這間清宮地蘇海餐廳 有時候跑完步 黃金海洋看到很多新的餐廳 又有舊的餐廳交替 但是呢 清宮這餐廳 其實是進駐黃金海洋的第一代餐廳 黃金海洋第一代餐廳? 我想起碼沒有10年 也有8年 是啊 所以這麼有歷史 還是可以在這裡的話 應該一定有些原因 既然這麼日落不到 應該有些事 所以帶來試試 那這裡有什麼好東西 我看到網民說 那個辣肉腸披薩 是誰叫的 哇 這些東西適合跑完步 一定要叫的 是啊 所以準備會叫的 好啊 那我們就試一下這個辣肉腸披薩 再叫其他東西吃 看看它 是不是這麼有料到 好 第一個這個是什麼呢 蒜香牛油腩 很香啊 剛才一放上來我已經聞到很香 是啊 試一下 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它的牛肉很軟的 軟 而且裡面是很汁的 不是乾燥燈的 但是可能我自己給阿Peter 有點鹹味 我覺得它的汁是比較好的 有點鹹 但是我覺得OK的 你覺得它濃了味 對 不過可能我喜歡喝啤酒送東西 我覺得它的味道 送啤酒是對的 對 這個啤酒是OK的 但它味道濃味道 蓋過了這個牛肉 它的汁呢 就 好吃 但兩鹽甜了一點 嗯 是不是呢 甜和鹹 中間 甜味是中國方的鹹味 但是它的牛肉 看起來肉質 是OK的 是很OK的 裡面很軟很甜 是不錯的 這個送酒 一流OK的 一杯 好 看下主角終於出場了 就是這個 墨西哥辣芝士辣肉腸 對 辣絲 很好吃 很好吃 但是很好吃 很酸 很酸 有一點鹹味 而且芝士辣肉腸 味道很好吃 網上沒有那麼多人讚 是真的 番茄醬 不是很好吃 而且我喜歡它的厚厚 港式的薄餅 做到這麼厚厚 一串厚 是 最怕吃的 太厚厚 就像吃粉糰 對 整片 整片 整片面粉 這個是OK的 難怪網上沒有那麼多人讚 這個牛肉薄餅 很棒 好 接著這道菜 看看 德國鹹豬手 嫌你上次吃 康毛包不夠邪惡 還看到一個邪惡 我們真的一叉 是邪惡 行不行 我還沒吃過 我已經急不及吃過 我覺得OK 皮 真的很脆 但是不會說 之前吃過 很多肥膏 肉 也很多 因為皮脆 不為肉 也不會太鹹 所以我覺得 都推薦 我覺得這個煮水 可以做什麼 因為我吃過 聲稱吃德國鹹豬手 他們做得很脆 有時脆到會硬 是硬的 是硬不開 但是這個 它脆得來 咬得好 我覺得是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又 它這間不是 自己是德國酒吧 只有餐廳 但我覺得 它做得不錯 都排得住 只有餐廳 而且它脆 說出來 大家可能很香 什麼外脆內緣 但是不是很香 而是真實 而且它的肥肉 和瘦的比例 它的豬手做得很好 它不是太多肥 它肥的部分 又不是太多 這個是肉的部分 這個是皮 肥肉 還有肉的部分 在這裡 比起我們上次吃的 鵝漢漢堡 這個其實不算邪惡 很酸 它的蛋 有一點酸 但是這個 只有鹹豬手 它開始 稍微鹹出色 有名字 你叫 只有鹹豬手 非鹹 很難的 那不鹹 不會鹹豬手 你鹹 你鹹 你介紹這間 鵝漢堡海餐廳 是可以的 食物質素 當然可以 接著推薦的 就是這個環境 尤其是 我覺得這個地理環境 非常好 就是它在清宮旁邊 是 整班跑友 跑遠步 來到這裡 坐在露天 望向人樂 看看海 哇 很流 這個地方 是 很大力推薦 跑友 最多人喜歡跑青宮 跑到這裡 差不多到三勝 除非你打算到三勝 吃海鮮 如果不然 進來這裡 黃金海岸 坐下 少許食物 這間在黃金海岸 正常地沖海 去尖美 各位跑友 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一集再看看 我們跑哪裏 還有吃什麼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 謝謝你 想知道這個頻道有什麼看 又或者想知道 剛剛的頻道和我們101 有什麼搞的呢 記得 comment comment like ok 再來 share 還有subscribe 喜歡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住 不喜歡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住 如果不喜歡 說什麼 是嗎 是嗎